杨妍吗 杨妍吗 你是谁 我要好了啊 鹏鹏 是我 九王 鹏鹏不必紧张 我已经让杨妍查探好了一切情况 再帮我翻进来的 那就好 北墨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 您是怎么安排的 齐盛身为一国之君 不听群神劝阻 执意被罚 导致国力消耗民生积怨 更让自己的民主 自己身死疆场 这也算是罪己诏了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齐盛已经 没错 我打算安排几个死士 趁着战乱 神不知鬼不觉地刺杀齐盛 这个方法真的可行吗 现在的形势也只能如此了 同步要紧急 一旦我那里成事 你就用此圣旨 辅佐小皇子登基 你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太后 没想到 九王庆为我做得如此周全 你 你大可不必冒着如此风险 万一事情不成 若是不能成事 甚至事情败露 所有的罪责 都怪在本王头上 碰碰你大可放心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竟无以为报 我实在觉得亏欠你太多了 彭彭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难道 彭彭的心意已经变了 不然为何会说出亏欠儿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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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发在今 我明白你的焦虑 但是蓬蓬不要忘记 是齐盛逼着我们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我们已经别无打发